新能源一年爆滚 2021年锂矿题材最热 宁德时代资金净流入额最高 特斯拉的股价飙升速度被这家百年车企击败 2021年 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相关个股成为资本市场宠儿 根据WIND数据 新能源汽车题材动力电池题材 锂矿题材走势虽有波动 但整体均呈现上扬趋势 2021年内 上述三个题材分别上涨36.75% 66.50%和186.29% 据中汽协最新预测 2021年 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将达340万辆 同比增长1.5倍 在这样的背景下 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也迎来了诸多新变化 技术、供应链、市场均表现活跃 在快速推进 2021年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同时 也为2022年该产业的发展蓄力 中金公司发布研报称 站在2022年的起点 电动车板块出现较大幅度震荡 但其依旧重申 新能源汽车中油产业链需求确定性高 龙头企业技术和产业链上下有绑定优势凸显 当前10点板块已至底部区域 坚定看好2022年新能源行情 展望2022年 中金公司预计行业需求稳健增长 新能源渗透率快速提升 智能化加速推进 产业变革已至 大变革背景下 车企乃至产业链都面临颠覆与重塑 能够快速迭代的技术和产品创新是重要抓手 也是公司业绩估值爆发的核心驱动力 回顾2021年新能源汽车产业链表现 股价涨幅居前的 多维动力电池及链矿相关概念股 占据了前10榜单的七席 其中 位居榜首的是贝特瑞 主要布局电池副材料 股价年涨幅约为389.4% 公开资料显示 贝特瑞成立于2000年 并在2010年实现副极出货量世界第一 不过 贝特瑞虽然早已是副极材料的龙头公司 但此前在新三版显有关注度 其在2015年底上市之后的三年内 股价不但没涨 反而相比上市初跌去了7.37% 直到北交所成立的消息发布后 贝特瑞的成交量和成交额开始飙升 在资本市场也有了较高热度 其股价开始和母公司中国保安分道扬镳 目前 贝特瑞的市值已大幅超过中国保安 有分析认为 新三版的流动性不佳 投资门槛高 导致类似贝特瑞的公司受关注度不高 而北交所的出现让其有了适合自己的舞台 位列榜单第二 三位的是西藏矿业和盐湖股份 两个理矿概念股 股价年涨幅分别约为百分之 309.3和300.3% 2021年 理战上了风口 价格不断增长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获悉 在2021年底 由企业收到30万元每吨的理研报价 此外 受下游需求拉动 理研供给不足 上游企业基本不执行涨单 由理研企业预计 2022年金矿将迎来最紧缺时刻 需求方面 终端市场需求高景气度持续 2021年111月 国内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创新高 机构分析称 在新能源汽车产销持续扩张背景下 理研市场需求持续向好 在此背景下 像西藏矿业和盐湖股份 这样的理矿概念股迎来风涨 其中 西藏矿业在2021年收获20个涨停板 从事机械传动 核心部件研发的双环传动和小康股份 是榜单中少有的非动力电池 及理矿相关概念股 2021年 小康股份搭上华为的快车 与其深度合作打造了赛利斯 华为制选SF5和全新品牌AITO的首款车型 问界M5 年内收获28个涨停板 数次登上龙虎榜 股价年内涨幅超过248.6% 跌幅榜方面 恒大汽车成为2021年副班长 股价年跌幅为88.3% 在2021年 恒大汽车股价经历了大起大落 2021年4月 恒大汽车股价整体呈上涨趋势 4月市值环比增加204.15亿元至4886.95亿元 反超比亚迪登顶中国车企市值榜 从5月开始 恒大汽车股价便出现回落 直至10月 股价整体连跌数月的恒大汽车 止住下滑脚步 公司市值回升至300.19亿元 环比增长22.14% 据了解 恒大汽车2021年股价的回落 与其未有车型实现量产 公司长期亏损 以及整个恒大系的表现有关 而在2021年底 恒大汽车首款量产车型 恒池五在其天津工厂下线 位列榜单二 三位的是未来与通客车 其中 未来2021年股价下滑约35% 德意志银行分析师Edison Yu 在研报中表示 由于该股近几个月来表现明显不佳 我们认为2022年将是一个很好的买入点 虽然在缺少新车和受到供应链限制的影响下 投资者情绪一直低迷 但我们相信 未来在未来12个月内推出三款新车型 并将产能从12万辆提升至60万辆 这些规划将使未来当前的不利因素 在未来12个月内全部扭转 区间竟主动买入额方面 动力电池及锂矿相关概念股霸榜 其中 宁德时代在2021整年的竟主动买入 额为347.62亿元 随着新能源汽车终端市场需求持续高涨 作为装机量最大的动力电池供应商 宁德时代在资本市场如木春风 大宗交易方面 截至2021年12月31日 2021年 宁德时代共计100天出现大宗交易 交易比数共计181比 交易金额共计126.07亿元 全年最大的5次大宗交易数据 为2月4日的17.32亿元 3月29日的10.05亿元 3月12日的10.00亿元 12月13日的8.67亿元 4月20日的8.54亿元 此外 天启里业 比亚迪 亦为李能 华有古业 干风里业在2021年也获得青睐 该年度内的竟主动买入俄均超100亿元 市值排名方面 宁德时代 比亚迪 长城汽车分裂A H股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相关个股市值榜前三甲 其中 在2021年5月 实现市值破万亿的宁德时代位居榜首 2021年末 其市值为13705.41亿元 同比增长67.57% 此外 紫金矿业 亦为李能 干风里业等动力电池及李矿 相关概念股的市值也位居前列 而在2021年接连在港股上市的小鹏汽车W和理想汽车W也出现在榜单中 分列第四和第九位 市值分别为2608.85亿元和2072.32亿元 据中汽鞋最新预测 2021年全年新能源汽车销量或可达到340万辆 同比增长1.5倍 而2022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预计将达到500万辆 占据汽车总销量的20%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 新能源汽车的市场渗透率从2021年1月的7.2% 一路上涨至11月的17.8% 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已接近20% 蓬勃发展的市场也吸引着越来越多入局者 2021年百度、360、小米、苹果、富士康等企业 相继宣布跨界造车 令本就火热的新能源汽车行业进一步升温 成联会数据显示 2021年111月 新能源汽车批发销量突破10万辆的企业 共有6家 其中自主车企占据5席 占比超过8成 值得注意的是 自主品牌在新能源车市场的强势崛起 也拉动了其在汽车市场中的市占份额 2021年11月 自主品牌中的新能源车零售渗透率 为37.4% 豪华车和主流合资品牌中的新能源车渗透率 分别为19.4%和3.6% 这意味着 在国内汽车市场 自主品牌新能源车渗透率已超合资品牌10倍 2021年 新能源汽车销量的急速拉升 和储能领域的快速发展 令电池企业从幕后走向台前 收获资本市场和舆论的高度关注 宁德时代作为其中代表 不仅在产销量上屡创新高 市值也一路高走 拿下创业版投名位置 2021年 宁德时代股价上涨67.55% 年内市值一度突破1.5万亿元 事实上 宁德时代的强势表现 在动力电池相关个股中并非特例 据Win的数据显示 2021年 锂电池指数已上涨84.57% 一维里能 国宣高科 新旺达等多支动力电池题材个股 年内均收获于30%涨幅 2021年 动力电池装机量的快速提升 也大幅拉动了原材料需求 锂盐 隔膜 电解液等多种原材料价格上涨显著 数据显示 2021年电池及碳酸锂价格较上年上涨 411.36% 电池及氢氧化锂价格上涨315.24% 6伏磷酸锂 隔膜 电解液等材料 霍音技术壁垒高 霍音供应弹性小 价格也均出现大幅上涨 受原材料涨价影响 大部分电池企业毛利率均出现不同程度下降 提高终端产品价格已成为应对措施之一 2021年以来 固态电池和氢能正成为不少车企和电池企业 新技术路线的方向 多家车企和电池供应商在2021年 陆续发布固态电池技术产品时间表 与此同时 氢能产业相关利好政策也在不断传来 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 国内已有50多个地级是发布氢能产业规划 北京、上海、山东、河北、河南等地 相继出台14.5氢能发展规划或扶持政策 资本市场对于二者的关注同样密切 据东方财富和WINDA数据 固态电池、燃料电池题材 2021年走势分别上涨70.22%和45.51% 公开数据显示 福特汽车股价去年飙升了近140% 击败了特斯拉 通用汽车和许多新的电动汽车初创企业 该公司CEO James Farley承诺对投资者更加开放和透明 他还启动了福特加重组计划 将更多资源转移到制造电动汽车上 自Farley在15个多月前涨舵福特以来 该公司股价上涨了200%以上 摩根士丹利分析师称 2021年对福特来说确实是突破性的一年 这是自金融危机以来该公司战略上最重要的一年 华西证券分析认为 根据现行补贴政策 国家对于新能源汽车的补贴支持 将于2022年底退出 随着补贴持续退破 政策对于新能源汽车销量快速增长的推动作用 逐步减弱 需求扩大将成为销量扩大的主要动力 根据GGI数据 2021年111月 新能源飞营业汽车上显量累计为214.9万辆 在全部新能源车上 显量中占比为85.4% 国内新能源汽车销量受到C端带动 需求结构健康 预计需求扩大 将持续驱动国内新能源汽车销量增长 山西证券亦认为 新能源车技术逐渐成熟 智能化赋予新能源车较多溢价空间 同时 新能源车价格相较燃油车 已具有一定的性价比 预计新能源车在2022年渗透率还将逐步提升 2022年新能源车销量有望达到500万辆以上 其中高端新能源车以及插电混动车型 市场潜力较大 产业链方面 这商证券认为 整车行业竞争格局发生较大变化 造车新实力和头部自主品牌市场份额将持续提高 车型迭代速度加快 使得车企对零部件企业响应服务效率的要求大幅提升 过去固化的整车厂与零部件企业的关系有望打破 国产零部件产业链顺势崛起 行业迎来重塑 基于产业发展趋势 2022年看好零部件板块五大赛道 特斯拉产业链一体化压住产业乘用车座椅国产化 限控制动和空气悬架 智能驾驶核心环节和科技感增强的领域 在2021年重点关注的A股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上市公司中 补加市值排名靠前的企业分别为宁德时代 比亚迪、长城汽车、紫金矿业和上汽集团 其中 宁德时代在2021年获得136份券商 严报关注 平均目标价为723.75元每股 长城汽车则获得最多的161份券商 严报关注 目标价平均为74.32元每股 华创证券分析认为 2021年新能源汽车板块涨幅为40.4% 锂电池板块涨幅为77.3% 而同期护身300指数涨幅为-8.0% 板块整体具备明显的超额收益 受益于超预期的销量数据 市场对新能源汽车全年销量预期 经历了多轮大幅上调修正的过程 超预期与高景气是板块的代名词 展望2022年 供给优化叠加消费持续发力 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有望达500万辆 同时 欧洲新能源车市场更新碳排放政策 强化碳排放目标 预计 2022年欧洲新能源汽车销量 有望突破300万辆 广发证券则认为 2020年是电池结构创新元年 2021年是磷酸铁锂材料创新元年 2022年或将成为电解液添加剂元年 技术连续迭代 也将帮助优势企业穿越工需周期 动力电池方面 以宁德时代CTP和CTC 尼亚迪刀片电池等为代表的电池结构创新 正在加快国内电池企业进入海外供应链 如美国市场上宁德时代与特斯拉、福特等达成合作 国宣高科也切入到美国车企的供应体系中